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07年魏武英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优秀作品 在44件国际净土比赛中脱颖而出 来自荷兰的建筑师法兰兴侯班 以在地融树的地理景观 融合着仿佛阴波流动的波浪线条 成功展现出属于高雄海港城市的开放性格 不仅如此 追求极致的魏武英国家艺术文化中心 共有四座功能独立的庭院将近6000个座位 并且各自拥有最新的剧场设计与设备 首先是采用马蹄形席座安排的歌剧院 共有2260个座位 具有最弹性的舞台设计 而采取环绕型设计的音乐厅拥有2000个座位 座椅环绕着舞台使得听众离舞台更近 感受到指挥家与演奏家的大实魅力 而戏剧院主要是作为各式戏剧与舞蹈的展演空间 其中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前排的座位可以自由升降 为的就是符合台湾传统戏曲的表现 而拥有470个座位的表演厅 则是作为小型室内乐独奏者所使用 左右不对称的设计 让观众能够在最好的视线下 欣赏钢琴演奏者精彩的表演双手 如今完工后的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 即将发挥漩涡效应 带动南台湾的艺文能量 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心建工程 它是以南部国家两厅院这样一个等级 作为定位和设计 那么是南部30年来首作 国家级的一个艺文表演观察 那么这6年时间 我们的施工团队有7个分标 18家厂商 那么整个过程当中 有超过百万的工作人员参与 那么其中的尖酸辛苦 是非常的令人难忘 那么其实我们所有参与者 所有的付出 最大的努力就是希望 能够为南方能够带来一个 国家级的一个剧场 相信完成之后 不但是高雄人 南方民众的一个期许 也是我们参与者最大的骄傲 我们下期再见